救護車趕赴現場 直線員警已經早一步抵達 因為青草茶店傳出有人持槍傷人 一名男子被打到後腦勺 流血受傷 但結果是烏龍一場 賴打嗎 拿著目擊民眾口中的手槍 扣了扣扳機 結果發現 只是一把手槍造型的打火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動手的男子渾身酒氣 講起當時情況還相當氣憤 事件發生在屏東常治鄉 二十七號下午四點多 中心路上的一間青草茶店 中心男子在店內喝酒 老朋友上門共飲攀台 直播期間對方不斷亂動他的東西 加上先前兩人曾因為 被總統大選賭局 懷疑男子設局因他 這回又來招惹 一氣之下拿槍型打火機開砸 雙方爆發扭打 過程中此槍型打火機 將被害人打傷 造成被害人 昨兒後方輕微割傷 目前全案以傷害恐嚇等罪爭敗 就是這把打火機 大小外觀跟手槍實在太像了 一度被路過民眾 誤以為是真槍 又看到男子頭部流血 以為發生街頭槍擊 但還好最後證實 只是手槍重型的打火機 而挨打男子也只受到輕傷 但兩名朋友現在撕破臉 揚言互相提告 TVBS新聞葉鳳達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